AI股大跳水 現在要趕快跑了嗎 待會我來告訴你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Cathy 讓我們歡迎輪源透顧的 陳薛靜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今天AI股很可怕 一檔一檔的殺跌停 那我們現在是要趕快跑了嗎 好的 我想這個都是大家很關心的一個話題 重點 其實對於今天的一個相關的 一個AI的族群 今天的下殺 我覺得反而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反而要拍手鼓掌就好 為什麼 為什麼要拍手鼓掌就好 因為如果你高檔有賣 你今天想撿便宜貨 那我問你今天的一個相關的AI股 今天的一個下殺的一個這樣 的一個擊殺跌停 是不是就是一個好機會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想想看 你認為整個AI的一個伺服器 這次有NVIDIA所引動的一個狂潮 熱潮 那麼再來今年下半年跟明年 整個的一個產業 是向上還是向下 在今年下半年跟明年 最續爆發的一個成長的一個產業 是哪些 除了車用嘛 除人之外嘛 再來就是AI 再來就是AI 或許你會看到說 廣達這七月營收 哇 月減年減 嚇死了 對啊 很正常啊 因為人家八月才出貨 對 八月九月才出貨 難道你要看到八月九月 哇 營收大爆發的時候 這個時候 哇 股票又飆漲停 你猜要了追漲停嗎 太晚了 做公平不太會走 那我們可以看到 譬如說NVIDIA執行商也說 AI正在經歷iPhone的一個時刻 那尤其你要知道 全球未來有高達一兆美元 不是新台幣 一兆美元相當於三十幾兆的一個新台幣 哇 那未來的一個資料中心的基礎建設 都要升級到的一個強大的一個運算 那這些都會帶動的一個台廠 相關的一個零組件的一個大廠 尤其台廠 在相關的AI體材的一個硬體設備 掌握高達將近九成 尤其現在去中國的話 所以最大受惠者會是誰 就是台灣這些的一個廠商 那麼你再來看到 包括的一個美國的一個 四大的一個CSP 就是雲端的一個服務的一個廠商 包括Microsoft Google Meta 亞馬遜 都要積極的一個投入擴大 你看嘛 現在消費性電子庫程還在調整 但是哪一個產業 國際大廠還在爭相在怎麼樣 砸下大筆的一個資金投入 也是相關AI的一個體材 大概念古 而你要知道 在AI的一個伺服器 它會拉動什麼 包括的一個 比如說銅箔基板CCL 它的一個AI伺服器的CCL 的一個內含價值 是傳統伺服器 一般的一個內含價值高達6倍 包括的一個散熱模組 從整個的一個 以前的一個一般的一個散熱 然後再到的一個3DVC的氣冷散熱 然後未來又要到的一個水冷 靜默式的一個散熱 整個的一個單價 未來會提升8到10倍 那你想想看 不論是質量數量 包括單價毛利率 未來都會大舉攀升 所以相關的一個AI的一個概念股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今天殺的好 你可以看到NVIDIA 甚至的一個R2C 也把NVIDIA的一個目標 叫未來調高到的一個1000美元 或許昨天你看到NVIDIA 是瞎殺5% 你會擔心 所以照今天的一個 瞎殺的一個洗盤 但是我常說做股票 我們一定要忍耗 要有先進知名的一個眼光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相關的一個AI的概念股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三二模組的西紅 這是我們帶會員朋友 大賺特賺的一檔股票 你可以看到11年模一見 漂亮打底籌碼有效沉澱 你只要能夠掌握住 這樣的一個機會 你看光是這樣一波大漲上來 大漲超過14倍 100萬你馬上你資產變多少 1500萬 你沒有聽錯 再來你可以看到 AI伺服器的一個銀邦也是一樣 五年模一見 當機會來臨的時候 只要你懂得做掌握 100萬你馬上怎麼樣 短短一年時間大賺超過1000萬 那現在有哪個產業有這樣的一個商機 包括的一個人 包括的一個漸轉也是一樣 主生段行情啟動 短短一年也大漲超過多少 4.1倍 100萬變成500多萬 那麼同樣的一個道理 我們可以看到廣達 廣達在第一檔13年模一見 哇打底打得非常漂亮 籌碼有效沉澱 那你可以看到從這次6.2到現在 最近的高點 才漲3倍左右而已 過去的高點在什麼地方 在850塊 上面的空間是不是很大 再來偽創也是一樣 也是真正的一個好戲才在後頭 甚至包括的一個音樂台也好 甚至包括的一個雙紅也好 我可以告訴大家 AI相關的一個器材 如果你今年你的一個資產 想要翻倍翻倍再翻倍 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不用選太多 唯一的一個最好的選擇 就是相關的AI的概念股 但是重點是什麼 今天下渣下來之後 那AI相關的AI概念股 怎麼樣來做掌握 短線怎麼樣來做掌握 那波段的一個潛力到底會有多大 如果說你想要跟著我們一手 第一手來把握的話 也歡迎各位加入標古心 你哪裡得過得過 大家希望到位無視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的分享 想知道更多財經消息 記得加入老師的群組 那財經紀的事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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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我們下集完 消息 我們下集完 大家 不